北京时间3月17日晚西甲联赛第28轮继续进行 西班牙人在主场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0比1不敌塞维利亚 虽然球队输球但本场比赛无垒的一次跑位还是体现出了其在门前的优势 现场球迷也为无垒加油助威 本场比赛前塞维利亚处境并不乐观 球队客场输给排名垫底的维斯卡 欧连杯球队出局主教练又遭遇下课 塞维利亚可谓是非常艰难 同样球队也渴望一场胜利 而西班牙人则已经连续多场比赛没有输球 球队时期阵亡 原本以为西班牙人能够在主场拿分 但没想到球队在下半场刚开场就送给对手一个点球 虽然塞维利亚最近处境不是很好 但塞维利亚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 整场比赛 球队的进攻火力十足 无垒在进攻端并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 但在仅有的机会里 无垒还是表现出了自身的特点 在上半场比赛中 西班牙人在中前场接球后直塞给无垒 无垒在落后对方多个身位的情况下 凭借自己的速度快速超越梅尔卡多 虽然最后无垒没能拿到皮球 但无垒这次快速冲刺 还是体现了自己的速度优势 全场球迷也都为无垒的这次中国速度冲刺鼓掌 而爱下半场第68分钟 无垒下底后 穿当过人后 打门也引起了球迷阵阵掌声 下轮比赛西班牙人将客场挑战巴塞罗那 无垒也将直面为西 您期待吗